牛干巴是云南人的牛肉干 从腌制到烹好要一天的时间 欢迎大家来品尝 中立龙岗中针市场 有许多店面小吃 牛干巴是道地云南美食 牛干巴是云南话 就是牛肉把它腌一腌 然后再把它烘干 我们传统式的吃法是 把它敲碎 把它敲成丝 这样子丝来吃 或者是整条拿着坑也可以 我也是云南人 我跟他们也是冯乡的 有像云南远甸那边来的 我们家也是一样 跟他们家一样 有的时候就是切薄片 然后用煎干的 像他们一样摧一摧 然后摧散 把它吸收 用佐料下去用凉拌的 也蛮好吃的 我吃的感觉 就吃到那种家乡的味道 因为我们的离乡背景到台湾来 好不容易在那边生根 他们弄到这个味道 吃到那种家乡的感觉 很不错 阿田妹使用澳洲牛肉制作牛干巴 牛肉部分就是和尚头 就是腿部那边部位 然后就是完全是瘦肉 和尚头拿回来的时候 然后有一层筋 我们把它去掉 就完全是比你瘦肉的 再来做牛干巴 这样吃起来 就不会硬硬的 对 然后全部是瘦肉 然后就是加一些花椒 盐巴 辣椒粉这些等等 去加下去腌 其实料是越简单越好 因为料太多了 就只会吃到那个料的味道 完全吃不到 那个牛肉的咸咸味道 腌的时候时间 不可以长达12小时以上 对 因为腌太久 也是会变成那种腊肉的味道 云南人以前是用火烤的方式 或者是晒干用风干 那台湾的话天气的话 会比较偏湿的话 我们直接用烤箱把它烤干 或者是用传统式的用锅子 加一点油去把它 慢慢地把它背干这样子 牛干巴切片直接吃 味道略咸 带着花椒香 不像台湾牛肉干带甜味 还有是它有一种那个葱一葱 配那个糯米饭的紫米糯米 那个也蛮好吃的 我们早餐会吃糯米饭 糯米饭上面会淋一些芝麻 我们芝麻是有火炒过 用饮巴去炒 然后又有点咸咸的 然后把它捣碎 然后再加那个芝麻 糯米饭上面 对 然后再加几片牛干巴 这很好吃的 对 若是切片爆炒 感觉很下酒 爆香了 把辣椒跟姜片拿出来以后 再加那个牛干巴下去炒 牛干巴要炒干一点 再稍微干一点会比较嚼劲 对 然后比较更香 炒饭是每家都常常会炒的炒饭 对 就是加小红葱 小红葱比较香 把它爆香 然后加蛋 然后牛干巴要炒过一下 对 把它炒干一点 然后再加米饭下去炒 对 两半的部分是有加洋葱啊 柠檬啊 我们的花椒啊 然后再加一些芝麻啊 辣椒粉什么的 对 然后大蒜啊 这些加进去两半 对 我们先敲锅吧 把它敲成丝 我们就好丝 然后丝了 丝了以后去拌的时候才比较入味 对 那整条切片的话 拌出来味道也不一样 对 过年我们家都会有那个像香肠 里面炸一炸 那个炸里面之后有香肠腊肉 还有牛肉干巴炸过一盘 就是说有妈妈的味道 哈哈哈哈 对于男人来说 牛干巴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最亲切的家乡味 哈哈哈 对于男人来说 对于男人来说 好 对于男人来说